長期八十年,市公所跟代表會結局 基本的有意義的政策外的外交 紙衛,這個囚禁是非常的東西 而且,適應能力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市公所跟代表會選紙衛來選 代表就說,不管外界的環境如何去變化 如果我們議員市的政策絕對可以永續的發展 只不過是說,過去年代策略大家發表一下 所怕的基礎優惠,相信未來也是一樣 我們議員市可以越來越發展 在這裡祝福議員市相關的外交 願望成功,祝大家健康快樂,議員市政策 辛勞,謝謝